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刚刚学过一些输出的函数 对不对 那些不太重要 咱们只需要记一个就可以了 这几个咱们来了解一下 常用的增速串格式化的函数 这几个都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 我现在想让咱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看一下 假设这边有一个变量 对吧 输出 哈喽 word 参号对不对 我处理这个字幕串的时候 我不想要叹号 怎么办 找到最后一个删除 咱其实有很多种办法 对吧 比如说统计长度取子字幕串 对不对 除了最后一个不取也能做到 对不对 那假如说 后边 不一定是什么数字 45或者8或者9 对不对 最后的一个数字给去掉 对吧 或者最后多个字幕去掉 不定几个字幕去掉 对吧 这个时候咱怎么办呢 看一下 有简便的方法 其实怎么做都可以 比如说咱们就把这个态号去掉 对不对 咱可以用这个 你看 这个是在左边 是在右边 态号 右边 那就是RTRIM 去掉什么呢 去掉STR中右边的态号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删除右边某些字符的 你写什么字符 那ST就把这个字符串 右边的什么字符删掉了 那反过来就是删掉后的字符串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了 TEST 是不是就没有态号了 对吧 他默认不写的话 是删除右边的扣格的 对吧 那比如说 那扣格咱们看不出来 对不对 我们先统计一下长度 输出STR 这是统计字符串长度的 对吧 很简单 放这一放 是不是它有一个长度 来 B2 然后呢 我们在删完之后 我们放一个新的字符串 NSTR 等这个 我们看新的字符串长度是什么 输出STR R1 SDR 后研号 当然我们这块输出圆奏算 拧接一下 杠杠杠 再临近 输出圆奏算和长度 我直接用图为大 是不更好的写 对吧 行 既然都这么写了 那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默认是不是扇出空格的 假如说 前边 123 三空格 对不对 后边 接着它123 是不是三空格 两边是不是都有三空格 它只扇出右边空格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整体长度是17 对不对 那下边这怎么还是17呢 因为我这边打印的还是STR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是NSTR 这边再看一下 小心一下 这边能明显看到这个字符美了 对不对 但长度怎么没变呢 因为这里边用的变深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14个了 右边少了三个 那同样 有右边扇出 能得扇出左边的 用LSTR 比如说左边刚才三个 对不对 还有四个字符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整体是18个 左边有四个 是不是剩14个 三个删掉了 对吧 那我能不能两边扣给一起删掉了 对 那只要我们把L去掉 TRM就能删出两边的字符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剩11个了 因为左边有四个 右边有三个 七个 那18去七个 是不是就变成11个 对吧 去掉了 那这块咱们说了 不单独删出字符了 对不对 后边我们可以干嘛 用道号可以删除 不是在这块 用道号 我们可以写一些 我们想删除的参数 对不对 可以写多个 比如说这话 假如我这写 是89IO 就随便写几个字符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话 假如这边再有个I 这边再有个O 看到了吗 它不是说非得 比如说我非得写89IO 这四个字符 不是说连着把后边有字符算删掉 而是按字符算 后边只要是两边有什么呢 有8的 这块没写R 也没有写R 对不对 是删除两边的 只要是两边有8 有9 有I有O的 全会删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的字符串 和删之后的字符串 看 诶 这块没有变化 我们看一下 是哪出问题了 NTR里边 89IO N字符串 诶 这没有问题了 看一下 89IO 忘删什么了 因为两边是以这个结尾吗 两边是空子 再加空格 对吧 这样的话 不光是删除89IO 是删除空格 因为它是以空格结尾的 结尾的不是I 不是8 不是9 不是O 对吧 对 你要是默认是空格 但是呢 你要写别的字符 默认就不是空格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 我把空格加上 刚才那个问题 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 你看 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了 就变成HoloWare了 结尾有89IO的 当然不是删除这个字符串 是这些字符中的一个字符在两边出现 是不是就能删掉 对吧 我也可以删除一个范围 比如说两边结尾的 比如说是 0.9 只要是两边出现0到9数字的时候删掉 当然再加空格 因为上面是原料空格 0到9和空格再加上什么 IO 有IO有0到9数字的 是不是全删掉 你看8个9i这个能不能全删掉 小心一下 是不是变成HoloWare了 对吧 是不是该删掉就全删掉了 所以 第二点可以指定一个范围 比如说删掉09A小A到小C 对吧 这里边如果我有大写的M 你看会出什么呢 当然了 我别忘了加空格 不然的话两边空格是删掉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结果什么 是不是两边有所有的小写字符和数字却删掉了 是不是只留一个M 对吧 这就是咱们经常用到的一个什么跟格式有关的这个TRM 看到了吗 后边可以写字符 对吧 那咱们再看一下例子 这是咱前面刚写的例子 就是长度的对吧 左边的空格删掉 右边空格删掉 0到9数字删掉 把点删掉对不对 对吧 过滤所有优势的点都给删掉 那再继续看一下 另外一个这些都比较简单 对不对 只要做过一次就可以记住 那这个干嘛呢 按需求对字符串添冲 这个咱们也是经常用到的 对吧 比如说我在某些地方添冲一些空格 你看这块指定 如果只传两个参数的话 一个字符串写实 就是指定长度为实 默认使用空格在右边服装 看到了吗 来我们把这个例子改一下 我这话str还是这个 直接我就就用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lamp 是不是就只有四个字符 对吧 现在换一下函数 换是什么 str下来的pad 当时str是十个长度 它明明四个长度 对不对 但是我十个长度 你看算完之后是不是十个长度 是不是十个长度 因为右边补了空格 但是补多少空格都是按什么算 在str数上按一个算 是不是整个长度变成十个了 对吧 那我能不能用我想用的字符补充呢 可以 我这块写上一个 比如说我用警号补充 那么右边就会补充 一共是十个长度 补了六个警号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还是 对不对 那假如说默认在右边补 如果我想在左边补呢 你看 第四个参数有这么几个值 看到了吗 默认值是不是在右边补啊 如果写str判的写left 那却在左边补 你看一下 如果这边写上 这一个长量 str下号线 pad下号线 lpft left 左 那你看一下 补的字符串 是不是在左边补 如果写both both 就会在哪补啊 两边 两边去 对吧 这就是默认补的一个规则 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对吧 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咱们经常输入一些 什么级念菜单之类 对不对 比如说一共是一样的十个长度 要补多少空格 对吧 那就补上 按照mdsp 这是个空格 对吧 再两边补上 多少空格呢 一共是十个长度 对不对 其他用空格 按照mdsp 到时候咱们用替换 对吧 这里边用字符 它补的是整体 因为长度 它不够十个长度 对不对 到咱们用str stp 就是重复次数 用nit去做也行 这就是我们 这已经有了 这是我们贴冲的 对不对 看下格式画还有哪些 还有什么 转成大写 小写的这些还是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在城里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前面咱们类名 对吧 类名的每个单词的手这么大写之类的 对不对 对 这里边有把所有字符串变成小写 所有字符串变成大写 什么 将字符串第一个字符变成大写 这块是什么 将字符串中每个单词变成大写 对不对 虽然咱们文章标题什么的用的都是中文的 这些用不到对不对 但是它类名标题名或者是文件名转成大小写 这些还是经常用到的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我来一个字符串 等约 这是一个TES测试 看到了吗 然后分别输出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个单词 一个整体的对不对 如果我想要全部的 这是一个测试 这块再写几个吧 A8大奇 买色片 对吧 PHP有大小写的混合 是不是这样 然后输出STR 看下 这是圆形的字符串输出 现在 我们分别用这个 看 STR2 UPPER 这是干嘛 是把它全转成小写 然后把握圆圈小写字母 STR2 LOWER 这是干嘛 图写错了 是不是 上面都转成大写 下面都转成小写 那我用UC FIRST 对吧 我能将这个什么 都转成 对 第一个单词小写 然后U什么 C WORD 这干嘛 将每个单词都转成大写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按照我们想象的去变化呢 第一个 是正常的 那个字符串对不对 第二个是全大写的 第三个是全小写的 这个是不是第一个手字母 一定要变成大写了 原来大小写不变的 对不对 那这个 是不是每个单词的手字母 都变成大写了 UC FIRST 再让手这么大写 对 这就能 组合的就能想要成要我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结果 是不是 其他写小写 只有手这么变成大写了 对吧 那如果其他小写 每个单词大写 是不是也会了 可以组合的应用 好 这就是我们这几课先大家介绍的什么 常用的字母串格式化函数 好 谢谢大家 这几课咱们字母串的格式化函数就交到这里 好 再见 谢谢大家